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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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赵真铭 很开心今天邀请到金鼎奖大作家 苏医师 董事长好 苏医师出了一本新书 《谢谢你》在我们心里 那这个书 看书工就知道 其实是一颗心脏 这就是你的专业 开心的外科手术 其实台湾没有几个 那意思跟我们谈一谈 这本书 你当时的起心动念 你的动机是怎么样 会想出书是 在去年我参加同学会的时候 我同学突然 大家就是因为同学会 很多人没见面 然后就突然大家在寝室里面 又有三十个人在寝室里面喝酒 突然我同学就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帮助我哥哥 我心里面那时候吓得大跳 因为这里面的一个主角叫做梁永斌 他是我高中同学的哥哥 然后那时候就突然就觉得 诶 我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故事 留算下来 留算下来 所以那时候就把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其实是很熟的 其实我们这四个人很熟 是 始终第二个部分的一个案例 登场 对 这三个人其实我都很熟 一个梁永斌 一个李京翔 一个江韻之士 这三个我都很熟 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起心动念 就说参加完同学会回来 大概 心里面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想出这本书 你们愿意把你们故事跟我讲 三个人就很快答应 我就说 要真名 每个人都愿意 不是八卦 随便测血 是真实故事 是真名的故事 因为其实在心里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 就是因为 台湾对器官受证人是很保护的 是 但是在西班牙 就在西班牙 你接受完 这个器官移植 你要出来 宣押 要出来做大使的 嗯 那我当时 为了器官劝谱的时候 大概十年前 我上过那个广播电台 我就特别去读书 那个资料 那时候他们那一年的大使 就是一个音游诗人 是 他每天在那边弹琴弹琴 然后每次就把他的义舞撩起来 你看我这个是 Benz 这是我换的杆 你看这像不像个Benz的字 因为他换杆的那个切口 就像一个Benz 那我就说台湾都没有这样 所以跟他们三个人讲完 他们同意这个理念 所以我就开始做专访 那个以你的经验来看 大家不愿意捐 或是不知道捐 其实以台湾的习俗 或是以大家 台湾人的心理 主要你觉得卡在哪一关 我觉得卡在全尸吧 全尸这个概念 对 就是身体法治受之重 其实我们台湾这二十年都没有进步 哦真的哦 因为在捐证里面 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叫做 一个是认为身体是公共财 是 你只要不讲捐 你就要捐 你如果不讲不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 那这个大部分都是在欧洲国家 西班牙 葡萄牙什么的 是这样子的状态 对 如果你不讲 那就是可以捐的 那是仕同等同要捐 那第二个是 Inform Concern 就是 知情同意 就是说 你生前没有讲 那我时候去劝慕你 那台湾跟美国都是走这个 那我们来讲 那西班牙跟葡萄牙 这两个是全世界最高的 每百万人有五十人 哇 五十人次 很高 那五十人次 他也不是说今天你死了 脑死我就跟你说 没有 没有这回事 他还是要去 正常的程序走完 正常的程序走完 跟我们台湾一模一样 是 只是 他会 道德劝说压力会更大 因为这个整个社会都已经告诉人家说 细分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这是共共财 对对对 那台湾这边是跟美国一样 那大家知道台湾 号称 每百万人二十几个三十几个 那是错的 因为那个是还包含什么 死后的捐皮肤捐眼角膜 这都算 都算进去 才这样 但是我们讲 哨力欧梗就是 心肝肺这些 重要的器官 重要的器官 大概每百万的 一直都是十个 啊 一直都是十个 而且 我们如果跟同样 美国 美国是大概快三十 三十 我们三倍 连现在连香港都快 应该快要超过 诶 香港跟我们的习俗比较接近啊 对但是香港 东方社会 或是亚洲社会的情况怎么样 都 那个 其实在亚洲社会 目前为止 就我知道大概只有两三个国 大家可以做这种脑死判定 日本还有我们 还有香港 那问题是 其他地方认为 脑死还是活者 OK 那我们认为 脑死等于脑干死 等于死亡 所以才可以捐 那这样的话 才可以捐到心肝肺这种东西 那剩其实可以实捐 可以实捐 所以 基本上就是讲这个 这本书出来 就是希望能够 炫摩 所以 对 医生来讲 在每一个这样处理的case当中 呃 捐赠的人 或是被捐赠的人 你看过很多例子 对 包括其实疏离中的例子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 而你其实是在中间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病人 是振兴医院劝母的 是 他为什么会觉得 也是很辛苦 他是 隔代教养 嗯 然后他的 爷爷很爱这个孙女 然后这个孙女 因为父母亲就离开了 生他爷爷 他们 长大 祖孙就 相依为命 也没什么钱啊 是 有一天就骑脚踏车 发生车祸 爷爷 腿断掉重伤 小女孩就脑死了 哇 所以当初去劝母的时候 那一带压力都很大 嗯 那我在旁边 因为住的家伙病人同一间 我就在那边看 每天我要去帮他念经 因为大家知道我会念佛经 因为去念经给他听 然后 后来才听他们在那边讲故事 是 爷爷为什么要觉得 爷爷有伤长补助肺 哦 十五万 是这个机制 然后他还觉得 一爱人天 他觉得小女孩 既然这样就很痛苦啊 他也照顾不了 他说他要是变植物人 会怎么样 侥幸活下来 到最后 他也不可能去超好照 所以他就捐出去了 当然他捐出去 我们不能怀疑他的居心是为了什么 可是 会觉得很辛苦 就是说 他是这样忍痛 那很多人是 病人在旁边 在跟死神搏斗的时候 接到这个命令 所以为什么我要出来 做这个劝母的事情 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有个弃捐卡 是 当我看到你有弃捐卡的时候 我来跟你讲 很清楚 那家属压力都不会那么大 不然的话 你躺在那边 医生过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社工 因为他脑死了 你要不要考虑捐赠 那家属会抓狂的 有弃捐卡 还是要家属同意 当然 这个还是一个 你不能说 程序还是必须走 程序还是必须走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对大家 其实在书中可以看到的 这三个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都是 心肌梗塞 是 所以 我们讲到源头 就是 三高都没有控制好 所以这次要打一下 就是 哈哈哈哈 自己的血要自己救 对 他们三个都没有控制好 那 那 梁永宾是 我写说 被炎王暂时遗忘了 他三次急性心肌梗塞没有死 是 那 李金翔是 OCA OCA 就是OHCA 的意思就是 道院前死亡 他那天在 他们这几个都有很多特色 都喜欢运动 然后另外一个 那个 江云智是 爬山的时候 在雪霸国家公园 发生心肌梗塞 所以三个都是很辛苦 那三个 都被救活之后 很久才能把心肌梗塞 那 李金翔是比较辛苦 李金翔被 被狼狐了六次 所以他是七次啦 他是第七次 而且他那时候跑去那个 他那时候还去拜拜 然后拜拜 跑去那个 他说人家说 不能拜普通的神 要去拜那个地藏王菩萨 因为管地狱 对 超度终身 结果他 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遇到阿伯 就给他一支签 那个签是下下签 哦 那阿伯不知道签是什么 结果就问李金翔说 他修了新鲜 这个签是什么 你问什么 他说 你问什么 他说 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媳妇 每个人都在修正 他在修正 结果李金翔看到 下下签 我看我那时候 你不知道 你叫赵总 你会怎么解释 就变了 没有没有 他解释得很好 所以我相信 他解释得很好 他解释得很好 他说阿伯 想派总控就是今 哦 欸 越来越 结果他自己抽 他就吓到了 他抽到第二签 第一签 第一签 第二签王 然后他那时候吓死了 他说 他就没来找我 我就帮他解 因为签王的意思就是 大好大败 大好大败啊 大好就是你啊 大败就是要死人了 欸 有什么呢 对 这就是关键时刻啊 在每一个关键时刻 他抽到签王 他抽到签王以后 没多久就 接到电话 他自己都吓一跳 就晃完了 所以这三个人的故事 就不能讲太多 要记得买说 记得买说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 一直是一个 慈悲心肠 其实愿意用这样的大爱 来 照顾病人 照顾这个社会 在经济的时刻 感谢苏医师 谢谢 谢谢你 在 救人之余 也就出版社 就直半夜 然后就读着 他读着有更多 好的体验 更多好的 然后我们来成就这个社会 谢谢你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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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